夫人,不好了,姑爷带了个姑娘回来,侍女小梅急匆匆地进来的时候,我正处于猛逼状态,任谁上班去厕所摸鱼看小说,看着看着直接穿越到小说里也得懵。 更何况这本小说,简直智障地令人拍案叫绝,女主花言是个恋爱脑,夫君齐三元带回来一个绿茶,强行纳为妾室,宠妾灭妻。 后来齐三元因为触怒天言,被皇上抄了老窝。 齐三元一家七七惨惨七七,还是靠着女主给人将洗度日。 女主还爱得死去活来,说啥不合理,以至于与娘家决裂。 可齐三元并不敢念其深情,心里只有绿茶。 最终绿茶绑上了别的大腿,甩了齐三元。 这货财浪子回头,发现居然还有女主这么一个不离不弃的真善美。 可就在两人即将和好如初的时候, 花言因为过于高兴,嘎得抽过去了。 咱就是说,作者明明可以山坑跑路的, 可他还是给你敷衍了一个结尾。 有点职业道德,但不多。 我就是因为看得过于义愤填膺,猛拍公司的马桶。 最后马桶散架了,我穿越了,并且我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热搜。 某上市公司CEO因为上班时间摸鱼看智障小说,导致摔死。 多年,在商界杀伐果掘的大脑疯狂转动。 今天是齐三元带绿茶回来的日子, 那么按照剧情发展, 抄家的圣旨应该在三日后到达。 还有时间? 想到此,我猛地站起来。 今日是今日必。 跟我冲。 小梅被我吓得一蹦三尺高。 夫人倒也不必如此。 看着她怜悯的眼神, 显然以为我刺激过大, 导致失心疯了。 说话间,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 隐约可以听见。 三郎, 姐姐定是要恨我的。 若是姐姐不同意, 我宁愿做个丫头, 一辈子伺候你。 只要能日日相伴, 兰儿就心满意足了。 伺候你个大头鬼。 其家被抄家以后, 你连上街买个菜都不愿意。 美其名曰, 大家闺秀, 不应该抛头露面。 完全忘了, 您自己其实就是个扬州寿马那茬了。 偏偏其三缘还觉得他懂规矩, 知进退。 对比花言这个为了赚钱 抛头露面的女主, 不知道强了多少。 我走出房间, 顺手往脸上抹了点水, 演技不够道具凑。 夫君, 你, 我在家替你事后公婆, 操持家务。 你却带着新欢来赐我的心, 呜呜呜呜。 其实, 其三缘对花言并不熟悉。 两人刚刚大婚, 他就被皇上连夜派出去打仗了, 甚至连盖头都来不及掀开。 这一走, 就是三年。 他可能也没想到。 自己素未谋面的夫人, 居然对自己用情置身, 一时间竟然正住了。 落在兰儿眼里, 就是其三缘被我的美貌搞得有点小动摇。 他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三郎, 我是多余的。 就当这三年不离不弃的陪伴, 是一场梦吧。 悠喝, 还真有点道行, 那我就放心了。 其三缘顿时被温柔适水的兰儿治愈了, 板着脸说道, 善妒乃是大罪, 哪个男人不是妻妾成群? 更何况, 我如今乃是正四品的将军, 说不定很快陛下的嘉奖下来, 官职还要生。 那个妾还要被你三推四组的。 成何体统? 我抬起头, 眼泪渲染欲滴。 你当真要让兰儿姑娘进门? 其三缘斩钉截铁。 我意已决, 兰儿窝在她的怀里, 一副离开男人就活不了的架势。 三郎, 兰儿, 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上前一把拉住真爱的手不放。 你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都被感动哭了。 怎么能让真爱作妾呢? 我这个正式的位子让给你。 那个傻, 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今天就给她办了。 和礼, 娶亲一条龙。 其三缘和兰儿都看傻了。 搞不懂刚才还爱得死去活来的我, 怎么一秒变脸了。 其三缘扎巴扎巴嘴儿。 倒也不必如此, 正式之位还是你的, 你放心。 我一下就急了。 那哪儿行? 合理? 必须的。 兰儿姑娘怎么能作妾呢? 其三缘这时也有点明白过来了, 瞇着眼睛问我, 你当真要和礼, 不后悔。 和礼之后, 你再想嫁给我, 可就当不了正式了。 我满脸真诚, 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和礼书麻烦快一点, 谢谢。 其三缘拉不下面子留我, 再加上兰儿在一旁满脸期待。 最终, 其三缘愤愤写了和礼书甩给我。 我拿着和礼书, 努力抑制自己上扬的嘴角, 生怕当场笑出来。 其三缘拂袖转身, 我赶紧叫住他。 等一下。 其三缘冷笑着转身, 这么快就后悔了。 你若是求我, 我可以考虑。 兰儿瞬间面目不善, 我急忙安慰他。 放心放心, 咱是有职业操守的。 扔了的垃圾, 捡着就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随后我看向满脸怒容的其三缘。 你这合同, 阿不是, 你这和礼书写得不清楚啊。 来, 咱们在这儿加上一条, 嫁妆归属女方。 开玩笑, 法务咱也能客串。 我大把的嫁妆, 凭啥便宜你? 等我带着人, 开开心心地搬着嫁妆出门的时候, 其三缘已经被气得不想说话了。 七, 弱暴了。 还三缘, 两块我都嫌贵, 小梅担忧地看着我。 小姐, 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呀? 我双手一搭她的肩膀。 你家小姐有钱吗? 有, 还挺多。 你家小姐漂亮吗? 漂亮, 小姐在京城, 是数一数二的美人。 你家小姐有后台吗? 有, 老爷如今官拜正二品。 我一摊手,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带你过好日子去喽? 上辈子全年无休, 这辈子躺平百烂。 美滋滋, 其府内隐约传来 其三缘和兰儿的争执声。 似乎是兰儿想做正事, 其三缘没同意, 就给了她一个贵妾的位子。 则, 这么快就吵架了。 不过, 关我屁事, 我带着小梅在街上溜达, 边走边宣传自己合离的事迹。 不出一个时辰, 整个京城就传遍了。 毕竟我这个人谨慎惯了, 万一大家不知道我合离了, 抄家的时候牵连到我杂整。 小梅诚恳建议, 小姐, 咱们要不然先回尚书府吧。 哪有带着嫁妆在街上溜达的? 我没搭话, 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目标。 小梅, 那个宅院应该是我嫁妆里的吧? 找钥匙。 小梅目瞪口呆, 小姐你要住在外面。 我挑眉, 在古代, 何离不算一件体面事。 我嫁妻的哥哥早已成婚, 欲有一子良女。 我若归家, 即便他们不说什么, 可旁人也是要笑话的。 对尚书府的女孩也并无好处。 何况, 群居哪有独居乡? 等安顿好嫁妆, 我这才带着小梅回了尚书府。 爹娘看见我, 强忍着眼泪。 回来就好, 我花家的女儿, 大不了我养一辈子。 我鼻子发酸, 闷闷地答道。 爹娘别哭, 何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兄长和嫂子关切道, 我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 今天就回家住吧。 我笑着道, 我看嫁妆里有一处宅院, 我很是喜欢。 请爹娘允许女儿住在那里。 爹娘愣了一瞬, 就想明白了原因。 嫂子看向我的目光, 充满了感激。 兄长下意识想要拒绝, 却被我拦住。 我知道爹娘, 兄长嫂嫂, 都是真心为我好, 所以我才更该如此。 等我从上书府出来的时候, 怀里鼓鼓囊囊, 揣着一打大鹅银票和地契。 啊, 是幸福的感觉。 家人觉得我受了委屈, 恨不得把家底儿都塞给我。 嫂子更是轻情奉献了 一条街的铺子, 说是给我零花。 据说还是京城最火的小吃街, 给我感动坏了, 当即拍着胸脯表示。 纵使沧海桑田, 我哥不是我哥, 但你永远是我的亲嫂子。 我哥面色铁青地拎起我, 把我扔出了尚书府。 七, 谁管他? 有吃有花, 人生巅峰。 我美滋滋地回到自己的小院子, 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个男人拦住了。 你为何住在这里? 我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目光看他。 我的房子我做主, 年纪轻轻, 相貌极佳, 可惜却是个神经病。 我抬脚就走。 男人深呼吸, 努力保持冷静。 别误会, 在下就住在隔壁的宅院。 听说这个房子闹鬼, 姑娘要不要换一处居所? 在下愿意提供。 我的脚步瞬间停住。 闹鬼? 此话当真。 男人微微一笑, 以为把我吓住了。 是啊, 小姐还是尽快搬离。 小姐。 小姐。 可惜我撒鸭子就跑进院子里了, 只留下几句话在风中摇摆。 闹鬼好啊。 热闹。 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一桌麻将。 到时候三缺一, 我喊你啊。 男人面色铁青, 眼神晦暗地站在原地。 我决定接下来的三天, 按兵不动, 一边收拾房子, 一边等待其家抄家的圣旨。 没想到, 第三天一大早, 我就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让整场闹剧产生了质的飞跃。 其三缘和兰儿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 大摇大摆地跑来看我, 每其名曰, 探望。 兰儿紧紧挽着其三缘的胳膊, 洋洋得意地宣誓主权, 整张脸蛋容光焕发。 倒是其三缘, 脸色略显暗淡, 黑眼圈严重。 我一边撸猫, 一边友情提示。 注意节制啊, 小火杂。 其三缘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 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 我看着院中的秋千, 大片的海棠花, 树下的烤肉架子, 还有手中肥肥美美的大橘猫, 身表同意, 确实比之前强多了。 其三缘看起来有点不是滋味。 你若是闹够了, 就回家去。 撒气也撒够了吧。 我瞬间警惕, 谁跟你说我是在撒气? 和黎叔都给了, 可不心反悔的呀。 兰儿姑娘, 你管管她。 兰儿顺势扯着其三缘胳膊撒娇。 姐姐不愿意的话, 夫君就别勉强她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夫君的好的。 你看她。 说着, 她环视了一下四周, 似乎想挑点不圆满出来。 谁知道看了半天, 没挑出来, 眼里倒是隐蔽地闪过了一丝极度。 咱可是花大价钱装修的房屋和院子。 务必力求闪瞎你的狗眼。 恰在此时, 其三缘的小丝来报。 将军, 宫里来人传圣旨了。 我们三人目中齐齐一缩, 兰儿瞬间洗上眉梢。 是不是要给夫君加官敬绝? 会不会给我也封一个告命夫人? 我好心提醒。 告命夫人是正事才能当的。 奈何只换来兰儿一个白眼? 你就是极度? 我告诉你, 你再想嫁给夫君可没戏了。 其三缘虽然没说话, 但是看起来确实隐隐有些得意和期待。 我也很期待。 当你们接纸的那一刻, 会是什么表情呢? 心动不如行动。 前脚齐三缘和兰儿出门, 后脚我就跟了上去。 书中并未过多介绍 齐家遭难的原因。 我只知道, 大概是齐三缘在边关打了胜仗, 口出狂言, 自称是当朝的定海神针。 后来被不合的官员呈报了上去, 随后又被挖出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 被多人联合弹劾。 皇上念在齐三缘打了胜仗, 并未过多追究。 只是耻夺官职, 查收财产, 齐三缘领屏账一百。 简称, 只给齐三缘留了条裤衩子。 对此, 我只能表示呵呵。 定海神针这话也是你能说的。 皇上他老人家都没往自己个儿身上拦好吧。 另外, 您这人缘也混得忒差了。 我坐在对面的茶楼上, 看着齐三缘如遭雷击, 眼睁睁地看着一箱箱的东西往外抬。 然而撒坡打滚想保住自己带来的几件首饰, 却被内奸好心普及。 嫁妆也算齐家财产哦。 兰儿此时想起了我, 他眼睛一眯。 花言的嫁妆, 他私自带走了。 众位大人快去查抄。 妈爷, 什么仇什么怨? 内奸嘴角一抽, 人家都合理了。 这位姑娘, 您未免有点过分了。 抄完家, 齐三缘被当众按住, 停战毫不留情地落在他的身上。 出时他还能忍住, 后面可能实在是太疼了, 再加上没给行刑的人塞银子。 那家伙可真是往死里打。 齐三缘开始杀猪般地惨叫。 小梅在我的试一下, 让茶楼把曲子停了。 我嘴角挑起一抹笑, 就着月儿的惨叫, 品茶吃点心。 花言, 借了你的身体, 这算是我给你的补偿。 待到曲中人散, 我溜溜答答地去了祈府, 阿布。 现在只能说是祈宅了。 而且这座宅院也在茶抄范围内。 也就是说, 明天一早, 齐三缘和他的真爱就要无家可归了。 则, 真惨, 请继续保持。 我进门的时候, 齐三缘正在挨今天的第二顿走。 其父抄着扁担, 猛坐趴在地上起不来的齐三缘。 我跟你娘就去佛寺祈个福, 你把家都折腾散了。 花言多好的姑娘, 让你给修了。 那进门一个什么玩意儿, 还定海神针。 来来来, 你起来, 让我颠颠你几斤几两。 齐母面色不善地看着兰儿, 似乎很想上去抽她个嘴巴。 按照书中的介绍, 齐父齐母其实是很好的人, 自始至终一直护着花言。 可惜抄家之后, 急火攻心, 外家被齐三缘和兰儿 气得蹊跷生烟。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见我进门, 众人齐刷刷地望过来。 齐父齐母一脸愧疚, 无言面对我。 齐三缘眼前一亮, 觉得我顾念旧情, 心疼他了。 兰儿则是恶狠狠地骂道, 你是来看笑话的是不是? 蛇蝎心肠, 我嘴角抽搐。 你男人还在地上趴着呢, 你不先扶他起来吗? 趁着兰儿一脸不情愿, 去扶倒在地上, 污泥和鲜血满身的 齐三缘的时候。 我走到看起来还想接着 奏齐三缘的祈辅面前。 齐老大人, 切勿再打了呀。 齐三缘眼睛瞬间正亮, 生起了希望。 齐父却注意到我换了称呼, 不禁一叹。 就在齐三缘一脸稀迹, 等待我帮他求情的时候, 我继续倒。 打坏了他不要紧, 重要的是别气坏了您的身子。 齐三缘脸色瞬间一变, 花言, 你。 我压根不理他, 就当是背景音了。 齐老大人, 这宅子怕是明天就要收回了, 不如您二老先跟我回家暂住。 齐父齐母连连摆手, 是意识不得。 倒是兰儿一脸期待, 眼神犹疑不定。 最终, 齐父齐母在我的死缠烂打下, 松口答应了, 只说暂住, 找到宅子就搬走。 临出门的时候, 兰儿掺着齐三缘, 跟在我们身后。 我阳坐不解, 你们跟着我干嘛? 兰儿理直气壮, 回家呀, 我好笑, 我家是我家,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家太小, 容不下二位那么大的脸。 齐三缘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皱眉道, 别闹了花言。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齐父就一口唾沫, 唾到齐三缘脸上。 你要是找不到镜子, 就撒泡尿, 好好照照自己。 你也配得上颜儿, 真后悔帮你订了这门亲。 兰儿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叫嚣, 说我是假好心, 装好人。 可那有什么用呢? 齐家的事儿闹得很大, 看热闹的人不少。 很快, 整个京城都知道了。 我不计前嫌, 将齐父齐母接回了家。 至于齐三缘和兰儿, 不好意思, 别问。 问就是伤透了心, 面对不了真爱。 我若我有理, 考虑到彼此之间略微还是有些尴尬的, 我特意收拾出来一个单独的院子, 安置二老。 这样大家互不影响, 挺好。 搬东西的时候, 我又跟我好看, 但有病的邻居打了个照面。 我心情不错地招手。 对不住, 我最近没看见鬼, 所以也没叫你一起打麻将。 真不好意思哈, 对方看着我, 目瞪口呆, 满脸都写着他怎么还没搬走, 他怎么不但没搬走, 还接回来两个。 最后愤愤不平, 拂袖而去。 当晚, 我刚准备睡觉, 一阵悠悠的声音传来, 还我命来, 我死得好惨啊。 阴风阵阵间, 我打了个哈欠, 你怎么死的? 鬼顿了一下, 半赏那那道, 被人, 害死的吧? 我又问, 那你是男鬼还是女鬼? 对方这回倒是回答得很快。 男鬼, 我翻了个身, 那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不赶紧冤有头债有主, 报仇雪恨去。 你跟这念念叨叨的, 不觉得很丢鬼吗? 鬼沉默了, 半赏, 落荒而逃。 隔了一会儿, 我刚迷迷糊糊睡着, 又一个悠悠的声音传来, 还我命来, 我, 女鬼。 好吗, 这回都会抢答了。 我翻身而起, 正好, 那你能陪我去个茅房吗? 外面太黑了, 人家害怕, 女鬼也沉默了。 两酒。 行吧, 第二天临近晌午, 我在院子里支起了烤肉架子, 我躺在院子里悠闲地晒太阳, 等着小梅将烤好的肉送进我的嘴里。 于是我爹娘带着我哥来看我的时候, 就见着了这样一幅画面。 我, 歪七扭八地躺在躺椅上, 怀里一支大局。 左边是顾来的乐师, 正在弹奏小曲。 右边是侍女给我扇着扇子。 小梅在一边任劳任怨地烤着肉, 还要负责送进我的嘴里。 众人看见我爹娘进门, 尴尬地停了下来。 我闭着眼睛不乐意了。 怎么停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一个悠悠的声音传来。 说好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 茶不思饭不响呢? 我吓得一击灵, 赶紧睁眼。 就见我爹铁青的一张脸, 尽在咫尺。 我善善地请爹娘和哥哥坐下, 又去抱起哥哥的嫡子轩儿, 随手放在了鞦韆上。 我这不是在抚平心灵的创伤吗? 我爹一脸我信你个鬼, 招呼大家吃了一顿烤肉, 又陪着轩儿玩了一阵。 我爹娘临走的时候, 我抱着轩儿不放。 真可爱, 要不跟姑姑住几天。 我哥赶紧把儿子抢回来, 别跟你姑学, 玩物丧志。 自打出声, 就一直在卷的轩儿, 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秋千。 爹,我想。 我哥毫不留情。 不,你不想。 送爹娘出门的时候, 正好赶上隔壁的邻居出门, 身后还跟了一男一女两个随从。 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就见我爹端端正正一礼。 见过三皇子殿下, 三皇子眼中闪过一丝意外, 看看我, 又看看我爹。 花大人, 这位是, 回殿下, 这位乃是臣的小女。 三皇子意味深长地嗷了一声。 我看着我爹和三皇子礼貌而疏离地交流, 不禁摸了摸下巴。 虽然有职业道德的作者大大, 并未过多交代朝局, 只着眼于内宅。 但经过几日的观察, 我已经大致摸清了局势。 花家一向站队太子, 而三皇子沈硕, 又是出了名的与太子不对付。 但是看我爹的表现, 我再次摸摸下巴, 断定, 有猫腻。 当天深夜, 由于烤肉吃多了,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索性爬到院中的凉亭上, 居高临下的感觉真爽。 正当我享受清风拂面的时候, 隔壁院中房门一响, 我寻声望去。 三皇子沈硕与一个戴着兜帽的人, 并肩走了出来。 沈硕还贴心地给对方紧了紧兜帽。 哎呦, 真贴心。 虽然这个神秘人看身量像是个男的, 但那也完全没问题。 真爱至上,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 梁婷的砖好死不死地松动了。 他插一声脆响过后, 我尴尬地和沈硕对视。 梁九, 我哆哆嗦嗦地说道, 哎呀,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看不清就看不清了。 我得去看看郎中, 我去。 一阵风过后, 我被沈硕的随从请到了隔壁院中。 还没等对方开口说话, 我就抢占了先机。 对不起打扰了。 月黑风高, 你们继续。 沈硕嘴角抽搐, 你都看见什么了? 我想了想, 诚恳道, 看见你们为了真爱, 打破了性别的壁垒。 此等精神, 我被楷磨。 昏暗的月光下, 我看见沈硕额头上 砰得跳起了一根青筋。 梁九, 沈硕才喘上一口气, 轻声对身边的神秘人说道, 是花上书家的嫡女, 前阵子和梨闹得很大, 只知道吃喝玩乐, 应该无妨。 我不乐意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还没追究 你为了跟别人私会, 装鬼想把我吓走的事呢? 沈硕无视私会两个字, 你最好把今天的事 烂在肚子里。 我默默下巴, 也行, 给我一千两封口费。 沈硕咬牙切齿, 你狮子大开口啊。 我挑眉, 一千两, 买你和太子通过密道, 暗自私会的事。 不值吗? 何况密道还通过我家下面, 土地占用费了解一下, 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良久, 神秘人摘下东帽, 一张温和的脸露出。 敢问花小姐, 如何知晓的? 我不说话, 伸手。 沈硕骂骂咧咧地 掏出一张银票给我。 我收起来, 心情很好地开口。 一半是猜的, 一半是诈你们的。 沈硕眼看就要一口气上不来, 抽过去了。 我无语道。 至于吗? 扣扣嗖嗖的。 这样吧, 我也不白收钱。 给你们一点建议。 听闻三皇子与太子争斗愈演愈烈, 不过是这半年的事情。 我猜八成是因为军功卓著的大皇子, 从边关回来了。 太子和沈硕脸色一下就变了。 当今皇上有三个儿子, 大皇子是庶出, 身份不高, 可军功卓著。 二皇子即是太子, 敌出正统。 三皇子沈硕母妃早逝, 是赡养的。 皇上年岁见大, 大皇子又回京了, 楚位走流程, 定是要争上一争的。 太子与三皇子作戏给旁人看, 不过是混淆视听。 让京城这滩水更浑一点, 也为了麻痹大皇子。 你们大哥上蹿下跳这么久, 皇上可有表示, 人越老, 越忌讳死亡。 大皇子越折腾, 皇上越会觉得他狼子野心, 盼着自己病天。 你猜皇上高兴不高兴? 与其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不如着眼于能做主的那个人。 说完, 无视对面两人毛色顿开地面面相去。 我打了个哈欠, 回去睡觉了。 当局者迷, 不过是被迷了眼。 良久, 太子痴笑一声, 其三元可真是看走眼了, 放着明珠不要, 捡了块石头回家。 沈硕收回落在我身上的视线, 确实有意思。 太子意味深长地开口, 能气得你这个冰山脸跳脚, 确实有意思。 当晚之后, 我并未过多关注朝局。 之所以点了他们几句, 不过就是因为我爹是太子一对的。 万一大皇子上位, 他老人家也捞不着好。 那岂不是影响我的幸福百烂生活了? 何况我最近正忙着 对小吃街进行升级改造呢? 嫂子送给我的小吃街, 生意确实火爆。 但大部分客人, 都是平民百姓。 有钱的人不屑一顾, 认为不干净, 或者不符合身份。 于是我拿出大笔的银子, 先是装修了门面, 又改造了柜台, 让所有小吃的制作过程 一目了然。 同时, 又引进了酸辣粉、 炸鸡、 小龙虾等香飘飘的新品。 生意瞬间更加火爆了。 我每天忙着数钱, 美滋滋。 这天, 我带着小梅去了小吃街。 没想到正好看到了 齐三元和兰儿。 彼时, 兰儿正眼巴巴地 对着刚出锅的炸鸡, 拉着齐三元的衣角撒娇。 三郎, 我想吃这个吗? 齐三元问了价钱, 皱梅道, 太贵了, 都够咱们三天的饭钱了。 兰儿脸色一变, 抱怨道, 嫁给你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还要被你牵连, 真没用。 齐三元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似乎不能理解, 这就是几天以前, 离开他活不了的女子。 良久, 他咬着牙道, 不是你当初哭着喊着 要跟我回家。 说是做小猫小狗, 也没关系的嘛。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争执起来。 我在一边看得开心, 嘴角几乎快咧到 耳朵后面去了。 谁知道 冷不叮沈硕突然冒出来了。 他盯着我的牙银子, 嘴角抽搐地唤道, 花小姐, 这要巧。 瞬间, 大家的目光 都被吸引过来了。 花小姐和齐三缘也, 吃瓜吃瓜。 齐三缘看向我, 一脸温柔。 燕儿, 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了。 你是来找我的吗? 我面无表情。 你我已经合理, 你该唤我一生花小姐。 另外, 我是来视察买卖的。 与你无关, 切莫多想。 一旁已经有殷勤的伙计, 拿来今日的账策, 拍马屁道, 还是花小姐有本事。 自从您接手攒着小吃街, 利润已经翻了三倍了。 齐三缘和兰儿 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他们眼里, 我顶多是一个家境好一些的大小姐, 没啥本事。 兰儿拉拉齐三缘的衣角, 朝着炸鸡的方向弩弩嘴。 齐三缘拉不下脸求我, 一脸不耐烦地震开, 我嘴角挑起。 今天本小姐心情好, 在场的众位, 这顿我请了。 以后凡是家境贫寒者, 均可每日来此领上一顿吃食。 兰儿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我补充道。 当然, 这位公子和姑娘例外, 想必你们也没脸吃, 对吧? 兰儿的咒骂之声, 被淹没在一片人声鼎沸之中。 大家欢笑着点着吃的, 花小姐人美心善忧。 真不晓得有些人怎么想的, 这么好的夫人愣是不要。 对啊, 人家还有本事挣钱。 兰儿和齐三缘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看得我极为满意。 咱也不知道, 有些人的脸庞为啥那么厚。 反正齐三缘和兰儿, 死皮赖脸跟到了我家门口。 死活要借助, 声称要照顾父母。 小梅气急败坏地要把人赶出去, 却被我拦住。 可以, 两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可能也没想到, 我这么轻松就同意了。 随即我补充道, 房租嘛, 看你们也给不出来, 就不收了。 但是你们也不能白住, 对吧? 洗衣服, 体柴换一个柴房, 愿意救助, 不愿意就滚蛋。 俩人对视一眼, 估计琢磨着我家一共没多少人, 能有多少衣服要洗, 多少柴要披。 于是痛快地答应下来, 我暗笑, 一看就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此日, 兰儿看着眼前一座小山一样的衣服, 惊呆了, 一旁齐三员也没好到哪儿去, 满满一院子的柴等着他批。 两人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 而我淡定道, 用人部门和员工, 咱们双向选择哈。 二位随时可以走, 最终两人骂骂咧咧地开始干活了, 我满意点头, 小吃街员工新福利还不错, 每日不限量供应木柴, 包洗衣服, 没过几天, 兰儿就受不了了, 其实也不怨他。 他洗衣服时, 我就在一旁睡觉, 荡秋千, 烤肉, 听曲子, 换谁谁也受不了, 他很快就把主意打到了沈硕身上, 每次沈硕一出门, 他准保恶魔多姿的出现, 奈何沈硕不解风情, 姑娘, 你早上没洗脸的话, 就不要出门了好吧, 你这眼屎那么大一疙瘩, 恶心死本亡了, 我在院子里偷听, 简直快笑死了, 不过话说回来, 莫非沈硕就是书中兰儿的大腿, 则, 马桶拍早了, 没看清, 后面就穿越了, 可把我好奇坏了, 不过很快, 兰儿就连沈硕的毛都摸不着了, 他经常很长时间都不回来, 京城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 我敏锐地感觉到, 储位之争, 快到尾声了, 在我三令五身所有人低调行事的第十天, 京城变天了, 原本扶摇直上的大皇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惹恼了皇上, 被发配到了鸟不拉屎的封地, 吴兆不得回京, 兵权被扒了个干净, 转给了三皇子沈硕, 而太子则开始监国, 我笑了, 皇上就是皇上, 从来不可能让某个皇子独大, 但太子和沈硕之争, 已骗过了他, 用沈硕制衡太子, 从而稳固自己的位子, 让人不得不叹一句天界无情, 尘埃落定后的这天早上, 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 依稀可以听见有女子的哭泣声, 和男子的咒骂声, 我草草梳洗之后, 走出门看热闹, 沈硕抱着胳膊站在院中, 兰儿趴在地上, 齐三缘正在狂扇他耳光, 见我出来, 沈硕指了指地上的兰儿, 花小姐, 你家洗衣壁爬本王的床, 你是不是得给本王一个交代, 我点点头表示应该的, 随后苦口婆心地对兰儿说, 他喜欢男的, 你理解一下, 沈硕一阵猛咳, 边咳边颤颤巍微微地指着我, 本王跟你有仇是不是, 我递给对方一个我懂得, 低调低调的眼神, 再看兰儿, 整个人都不好了, 本来就被打断了腿, 加上齐三缘一阵无敌大耳光, 花容月貌的小脸蛋, 变成了一个沾了泥土的皮球, 甚至还挂着鼻涕, 齐三缘一顿咒骂, 丧门星, 还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我这就把你发卖到妓院里去, 就在齐三缘还想踹他两脚的时候, 兰儿突然疯癫起来, 拉住齐三缘的腿, 把他拉倒在地上, 扑上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 瞬间血流如注, 等沈硕的随从将两人分开的时候, 齐三缘脖子上一个大洞, 已经说不出话了, 兰儿满嘴血污地哈哈大笑, 笑着笑着, 突然没了气息, 我目瞪口呆, 作者是有多执念, 不管剧情如何, 蛇行走位, 最后必须得嘎地抽过去一个, 齐三缘活了下来, 但是从此说话漏风, 并且病奄奄地, 下辈子离不开汤药了, 其父其母带他回了乡下, 临走对我欲言又止, 我白白手表示, 是非恩怨, 烟消云散, 太子监国以后重用花家, 不出意外, 至少三代以内, 花家无余, 我的摆烂生活终于可以持续了,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无聊了, 于是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我偷偷给爹娘留了封信, 带着小梅, 大局和一个雇来的武功高强的女保镖, 溜至大吉,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翻外衣, 半夜, 保镖陪我去茅房, 解决个人问题, 我百无聊赖地, 一边嗡嗡, 一边闲聊, 小姐姐, 我给你开的工钱高, 还是三皇子给你开的工钱高啊, 对方毫无防备, 自然是三, 啊, 您怎么知道的, 我挑起嘴角, 一半是猜的, 一半是诈你的, 翻外二, 多日以后, 处理完手头事情的沈硕, 追上了我们, 带我一个呗, 花女侠, 我挑眉, 时速自理, 沈硕诗笑, 财迷, 京城中, 太子看着眼前的兵符, 嘴角抽搐地看信, 信很短, 只有一行字, 我摆烂了, 记得按时发我俸禄, 至于以后, 漆水管那么多, 全文完。 故事二 我和老公说好丁克不要孩子, 公公婆婆却以为我不能生, 在农村给他养了个小老婆, 他们还把女人和私生子 接到我家来, 让我把房子给他们母子当学区房, 老公知道这件事之后吓坏了, 我冷笑着看着他和他妈, 你儿子跟你说他赚大钱了, 呵呵, 不好意思, 这房子还是我的,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老公名叫王海龙, 是个标准的农村凤凰男, 家里网上数三代全是农民, 整个村里也就出了他这么一个大学生, 但是我和他刚好相反, 我爸妈很早就下海经商, 家里条件是鼎鼎好的,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家里人就对我全都特别热情,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他妈就把祖传的银镯子给我戴在手腕上, 我不喜欢孩子, 跟王海龙交往之前, 便跟他说好了以后不要孩子的事, 他们家十分开明地答应了, 并且表示会支持我们的决定, 我那时候觉得虽然他们家条件不好, 但是他妈对我好, 又能接受我们不要孩子, 以后肯定不会有婆媳矛盾, 就这样我们很快结婚了, 可是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他们家装的, 是哄着我先结婚, 然后好拿捏我罢了, 我是独生女, 家里在结婚的时候, 给准备了婚房和两辆车, 还给王海龙花钱疏通关系, 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婆婆因为自己儿子进了体制当了大官, 狠狠在村里显摆了一把, 还特地办了酒席, 在酒席上公共喝多了, 举着酒杯跟村里人说, 我们家海龙出息啊, 听自己本事吃上公价饭不说, 没花一分钱就娶上了城里媳妇, 以后我们老王家的后代再也不是你腿子了, 他一说完, 我感觉所有的视线都落在我身上, 耳边还隐约听到有人说赔钱货, 倒贴, 肯定有啥毛病这样的话, 只觉得如做针毡, 脸上火辣辣的, 王海龙看出我的难堪, 握着我的手安慰道, 我爸没文化, 你别当真, 他们就是太喜欢你了, 才这么说的, 酒席上王海龙他妈高兴地要命, 拉着我的手问道, 海龙现在当大官了, 你要不就别上班了, 在家生个孩子吧, 我尴尬地拒绝了, 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 而且当初也是说好了的, 婆婆被拒绝后脸色明显不太好看, 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在那不久之后, 一个怀了孕的女人就被婆婆接进了家门, 那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表妹, 未婚先孕被男人抛弃了, 可怜得很, 怕老家那边的人说闲话, 所以到咱妈家里避一避, 王海龙对我解释之后, 我当时只觉得她是心软善良, 并没有多想, 而且我对表妹小小年纪未婚先孕, 也挺同情的, 便没有反对, 还经常给她买一些营养品和婴儿用品, 那表妹是个二十出头没上过学的农村丫头, 长得很清秀, 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怯生生的, 好像我多吓人一样, 她一直很害怕我, 过年的时候, 我带着东西去看公公婆婆的时候, 我不过摸了摸她的肚子, 她竟然被吓哭了, 还在我离开之后, 动了胎气, 差点流产, 婆婆说我可能和她八字不合, 可她, 让我尽量少出现在她面前, 为此我心里不舒服极了, 哪有为了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妹 不让儿媳妇回婆家的道理, 你表妹年纪那么小, 你就不能让着她一些, 再说, 女人怀孕最是辛苦了, 你一个不生孩子的, 当然理解不了了, 现在就是一切以孕妇为重, 婆婆在我拎着东西上门的时候, 将我堵在门口, 不让我进门, 我气得直哆嗦, 将手里的东西扔下, 转身就走了, 那表妹在住进婆婆家的年底, 生了个儿子, 公公婆婆十分喜欢她的儿子, 跟自己亲孙子似的, 不管去哪里都要带在身边, 不知道是不是婆婆喜欢孩子的原因, 表妹也硬气了不少, 我来吧, 嫂子你是城里人, 哪会做饭呢, 你进屋陪孩子玩吧, 中秋节的时候, 我放假和老公回村里过节, 刚一进厨房, 准备帮着洗菜, 手里的东西就被表妹抢过去了, 哪有媳妇到婆家不干活的, 还是我来吧, 表妹却躲开了我的手, 语气夸张地说, 哎呀, 哪能让客人动手, 你是细皮嫩肉享福的命, 快去歇着吧, 听她这话, 我皱了皱眉, 怎么我外人, 她是主人了, 你别和她争了, 你一个城里的姑娘, 本来也干不好, 赶紧出去吧, 厨房就这么大的地方, 再碰到了什么东西, 婆婆见我不松开手里的洗菜盆, 偏帮着表妹说话, 我只能从厨房出来, 拿起毛巾擦了擦手, 可正在看电视的公公, 却不高兴地责怪道, 你妈他们都在厨房干活, 就你清闲, 你要是没事, 就过来看孩子, 她把我给赶出来, 我还得给她看孩子,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一向亲热的公婆, 竟然完全转变了态度, 在婆家我俨然成了外人, 心里不痛快, 但我还是上了炕, 陪着表妹的孩子玩玩具, 那孩子十分淘气, 伸手就去水果盘里拿水果刀玩, 我连忙阻止, 这个不能玩, 乖, 给婶婶, 那孩子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她妈, 对我十分抵触, 不仅不听我的话, 还挥舞着手臂挣扎起来, 啊, 我一个没注意被她用刀划到脸上, 伤口在颧骨上, 差点就伤到眼睛, 我下意识回手, 就朝她打了一巴掌, 她倒在炕上, 哇哇大哭起来, 婆婆闻声从厨房出来, 看见血吓了一跳, 赶紧去看孩子有没有伤着, 见孩子没事, 她松了口气, 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抱在怀里哄着, 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 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心里的火一下就上来了, 妈, 是她划破了我的脸, 她还是个孩子, 她懂什么, 你还能和她一般计较, 那个被婆婆抱着的孩子, 却在怀里朝我挤眼睛, 一脸的得意洋洋, 根本就是装哭, 表妹也从厨房出来, 看见我脸上血, 竟然笑了, 我肯定自己听到她扑呲的轻笑声, 不敢置信地朝她看过去, 发现我朝她看去, 她这才才赶紧换了个一副表情, 让我快去厨房洗洗,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快去洗洗, 我去找药膏给你涂上, 我没有理会她的话, 直接抓起炕上的包捂着脸, 自己去卫生锁包扎, 虽然那一下划得并不深, 但直到现在, 我的脸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疤, 而且那天, 后来不知道婆婆跟老公说了什么, 她竟然在我们结婚八年之后, 第一跟我冷战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孩子, 可是表妹的孩子那么小, 你干嘛跟她计较呢? 再说, 你的脸伤得也不深, 干嘛打她?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小气的性格, 不深, 大夫说, 我脸上肯定会留疤了, 王海龙这两年在单位的做得不错, 他有了底气, 最后对我也不像之前, 那么小心翼翼了, 因为这件事, 他在沙发上睡了一个礼拜, 最后还是我服软了, 把他哄了回来, 你说你也不是恋爱脑的人, 怎么就被王海龙拿捏得死死的呢? 周日我和闺蜜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闺蜜喝着咖啡,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说,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也不是被拿捏, 只是我们毕竟还有感情在, 而且他也包容了我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 家和万事兴嘛, 扶个软就过去了。 闺蜜翻了个白眼, 不要孩子是你们结婚之前就说好了的, 不同意大可以不结婚, 怎么现在倒像是搞得你欠了他们家一样? 我听到这话愣住了, 是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想法呢? 觉得自己不给他们家传宗接代, 就欠了他们家一样。 大概是他们家开始催生的时候, 也兴许是看到公公婆婆那么喜欢表妹的孩子之后, 在他们一家的影响下, 我好像都变得不像自己了。 回去之后, 我想了很多, 决定做回自己, 以后不再对他们全家退让隐忍了。 所以当公公生病说要来城里治病的时候, 我强烈反对他们把那对母子一起带过来, 他们孤儿寡母地在乡下怎么说生活呀?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母子, 可是以前你从来不是这么狠心不讲道理的人。 老公用失望又谴责的语气质问我, 我抿着嘴没吭声, 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我最爱的人竟然想要用道德绑架让我屈服。 不管怎么样这事我绝对不同意, 你又不是孩子的亲爹? 难道你们还要养着母子俩一辈子不成? 那孩子也到了能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那个女人完全可以送孩子去幼儿园, 然后自己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 可是他们留在婆婆家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 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 尽管我不同意, 可还是在第二天下班之后, 还是看见了婆婆他们四口人, 带着行李出现在了我家, 霸占了我家的客房和客厅, 玩具扔的一地都是。 木已成舟, 我总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只能默认让他们先住下来。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要不然这些年也不是经常给公公婆婆回家里寄东西回去, 就连表妹和她儿子都照顾到了。 但是我有个最大的毛病, 那就是非常讨厌别人的没经过的我允许的情况下乱动我的东西。 在他们搬来之后, 我们第一次争吵, 就是因为那孩子把我工作用的笔记本当玩具, 还从阳台上扔了下去。 笔记本里还有我第二天开会演讲要用的资料和PPT。 我知道它是故意的, 因为我上午才跟它说过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不要拿来玩。 我为此生了大气, 扬手打了它屁股两巴掌。 你干嘛呀? 它才六岁, 你要是把它打坏了怎么办? 婆婆健壮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正好站在阳台上, 差点被这下给推下去。 妈, 这孩子不小了, 你们不能这么惯着。 她才多大, 哪知道什么东西能玩, 什么东西不能玩。 我看你就是看她不顺眼, 自己生不出来, 孩子也见不得别人孩子好。 我被这话气得够呛。 当初不要孩子是我和她儿子两个人说好的, 凭什么他们家到处说我不能生? 王海龙, 你妈不讲理, 我就不信你也不讲理。 这是我家, 凭什么让你不知道哪来的野亲戚在我家乱动我的东西? 王海龙见我真动气了, 知道我本就反对这对母子住进来, 他理亏得赶紧搂着我的肩膀安慰我。 好了, 家家, 我明天陪你去买个新的, 这事是他们不好, 你大人有大量, 别和他们计较。 那孩子被吓得大哭起来, 表妹搂着孩子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我被哄得消了些气, 但是一回头, 却发现表妹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眼神好像脆了毒似的。 公共住院, 我和老公要陪床, 每天都在医院和家里来回奔波。 我们在家的时候很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表妹颇有些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的架势。 当我在医院熬了一晚上, 白天回家补觉的时候, 回到房间后惊讶地发现, 我梳妆台上的东西被人冻过。 我是嘱咐过婆婆的, 我们卧室的卫生不需要她打扫, 平时没事也不要进我们的房间。 我皱着眉头走到梳妆台前, 打开那瓶变了位置的面霜, 见刚买的面霜里面被人挖去了一大块。 顿时我就难受起来, 不是心疼那三千块钱一瓶的面霜, 而是受不了有人动了我往脸上涂的东西。 不仅如此, 我清点了房间里的化妆品和衣物首饰, 发现少了两个名牌包, 还有一条项链, 就连我的衣服都被人穿过。 这些明显不是一天能办到的事情, 不知道表妹趁着我不经常回家, 来过我们卧室多少次。 我拎着那件被穿过的连衣裙气冲冲地来到客厅, 把她甩在沙发上。 你是不是进了我的卧室, 动了我的东西? 表妹有些心虚地看向正在拖地的婆婆, 婆婆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哎呀, 莉莉没有衣服穿, 我就让她去你那屋先拿一件儿, 都是自人家, 穿你两件衣服怎么了? 大不了帮你洗洗不就得了。 妈, 你知不知我这件衣服多少钱? 而且她还拿了? 没等我说完, 婆婆好像是嫌弃我, 让她在表妹面前丢了面子, 面色不渝地打断我。 不就是拿你点东西, 能有多少钱? 再说了, 你那些东西不也全是我儿子的钱买的? 她花钱了, 怎么就不能给我们家里人用? 她儿子的钱。 她儿子就是个小白领, 就连我俩住的房子都是我爸妈买的, 我丢那条项链十七万, 她给我买。 她买得起吗? 这话太伤人, 都到了嘴边又让我咽了下去。 可是婆婆却不依不饶地抱怨起来, 我儿子现在可是大官, 一个月赚那么多钱, 不全都交给你了。 也没见你往家里拿什么东西, 天天就知道涂脂抹粉地往自己身上花钱, 要是换成个会持家的媳妇, 早不知道存下多少钱了。 就王海龙那点工资还存钱, 自己花都不够, 感情他妈还以为自己儿子多大能耐呢? 要不是我, 他儿子在城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 我知道跟婆婆讲不通道理, 也不愿意跟他胡搅蛮缠, 于是忍了忍说, 算了, 你把那条项链和两个包还给我。 表妹有了婆婆撑腰, 底气足了起来, 直接拒绝。 那些东西我都送给同村打工的小姐妹了, 咋往回要啊? 她一个农村来的姑娘, 送人一出手就是爱马仕和宝格丽。 而且那条项链还是闺蜜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去送人? 你却要回来? 婆婆立马护在表妹前面, 一副给她撑腰的架势。 送了人的东西哪能往回要? 我们王家可是要脸面的人家, 干不出来这事。 这事我做主了, 算了。 呵, 要脸面? 要脸面还会偷别人的东西。 我扔下这句话, 转身回了个屋, 打算等晚上老公回来, 让他自己找他妈去说清楚。 但是没想到还没等到老公回家, 家里又出事了, 还差点闹出了人命。 被这两人气得, 我下午觉也不睡了, 打电话找了个换锁的, 让他在我们卧室门上加一把锁。 见我找人来装锁, 婆婆的脸色十分难看。 至于吗? 都是一家人, 你在这房贼呢? 一家人? 我可没觉得婆婆拿我当一家人了, 要是别人不知道的, 恐怕以为表妹才是她亲儿媳妇呢。 我冷笑道, 可不就是房贼吗? 不是出了贼我又怎么会丢东西? 表妹委委屈屈地抱着儿子, 站在一旁, 好像受了天的委屈一样, 还抹起了眼泪。 姨妈, 要是嫂子不欢迎我, 我就带着孩子回农村吧。 表妹一边说着, 还抽抽搭搭的,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 看起来我见油帘的, 之前倒是没发现 她还有那么几分狐媚想。 就连换锁的师傅 都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 我给自己换锁, 怎么就搞得好像我欺负人了似的? 换你的锁, 看什么看? 换锁的师傅被我猴腿一缩脖子, 婆婆见表妹伤心, 连忙安慰她。 家家就是娇生惯养, 毛病多, 你别上心, 等海龙回来, 让她好好管管她。 我抱着肩膀, 看着师傅装锁, 假装听不见这两人演的苦情剧。 我打定了主意等, 王海龙回来之后, 必须把这母子俩给撵出去, 可这时候, 表妹怀里的孩子突然冲了出来。 她以为我欺负了她妈妈, 咬着牙恨恨地瞪着我怕。 像个小炮弹似的冲过来, 一头把我撞倒, 打死你这个坏女人。 那孩子大喊着, 冲过来的力气很大。 我没有防备, 差点倒在一旁装着锤子钉子的工具箱里, 还好一旁装锁的师傅扶了我一把。 看着下面那一盒子金属和工具, 我心里一阵后怕, 这要是真被这熊孩子撞倒了。 不死也得掉层皮。 正在我庆幸的时候, 耳边却突然传来表妹的尖叫声。 我转身一看, 只见那个孩子因为没杀住, 一头撞在了墙壁的转角上, 脑袋上破了个大口子, 秘密地冒着血,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我吓了一跳, 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 婆婆扑到孩子身边, 看着一地的血, 不敢伸手碰它, 转过头瞪着我, 那表情好像看着仇人一样。 老天爷呀, 你把孩子给害死了。 婆婆那语气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了。 表妹冲过去就要打我, 我闪躲不及被她扇了一个耳光, 换索师傅赶紧上来拉住她。 救护车很久就到了, 将那孩子送到了我公共住院的那个医院。 孩子现在是血过多, 需要输血, 他是罕见的熊猫血, 你们亲属有人能献血的吗? 我脸上还带着红肿的手印, 但是人命关天, 我看向表妹, 表妹却哭着摇摇头。 这是巧了, 我老公就是熊猫血, 我赶紧给他打了电话。 老公此时正在医院陪床, 接到电话之后, 赶紧跑了过来。 等等, 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直系亲属相互输血 会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 如果你是孩子的父亲, 那我们不建议你献血。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直系亲属不能献血的。 但是我老公和那孩子就是个表亲, 不是什么直系亲属。 大夫, 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就是远方表亲, 可以输血的。 大夫文言不敢耽误, 让护士带他去抽血。 但是老公却犹豫了, 愣着干嘛, 快去啊。 老公见所有人都看着他, 戚戚爱爱地说, 我们怎么说都是亲戚, 我输血还是不太好吧, 要不还是算了。 我闻言证了一下,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 我心里有一丝奇怪的感觉滑过, 但是情况紧急, 我也没有深思。 医生见他不动, 出声催促, 表亲不要紧的, 快去抽血吧, 越早输血, 孩子的情况就越容易治疗。 老公文言, 抿了名嘴, 还是跟着护士去了急救时抽血。 孩子脑袋上缝了好几针, 因为湿血过多, 当晚住进了ICU, 要住院观察。 老公要照顾公公, 表妹和婆婆要照顾孩子, 于是晚上我一个人回了家。 到家之后, 客厅的地板上还流着那孩子的血, 我拿起托布托地。 这托着, 我挫败地把托布一扔, 坐到沙发上。 半夜的时候, 老公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收拾行李, 孩子伤得不轻, 以后我就住在医院里, 也方便照顾。 可是家里也需要照顾啊, 还有我。 不等我说完, 他表情不耐烦地吼道, 你有什么好照顾的? 他那么小的孩子, 你怎么下得去手? 徐佳佳, 你真是太可怕了。 听了这话, 我心里委屈得要命, 脸上被打的地方也隐隐障痛。 那就是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凭什么在我家里作威作福, 还要我让着他们? 可孩子受伤到底和我有些关系, 老公今天又抽了血, 我张了张嘴, 没能说出什么反驳的话, 只能看着老公摔门走了。 那孩子出院了之后, 表妹因为我害他儿子受伤, 恨上了我。 就连婆婆也是对我各种看不顺眼, 两人经常一起给我找不自在。 明知道我有洁癖, 婆婆就故意把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我还在沙发上摸到了小孩子的脏内裤, 把我恶心得够强。 表妹还让小孩在墙上画画, 我当初找了知名画家画的壁画, 都被毁了。 好好的一个房子, 才过了两个月, 就已经被祸害得不成样子。 我和老公说了几次, 我以为他应该和我一样不喜欢小孩, 想要被那孩子撵走才对。 可是我错了, 他对这个孩子的包容性超乎我的想象。 我看着那孩子头上的绷带, 心中有愧就忍了下来, 直到那天, 我无意间看到婆婆忘记收起来的相册, 才知道他们全家竟然一起 把我当傻子耍。 照片中, 老公让孩子骑在他的肩膀上, 表妹站在他的身边, 笑得十分灿烂, 这三个人看上去, 竟然像是一家三口一样。 相册里还有其他的照片, 从孩子出生一直到长大, 每一张里面都有老公的身影。 我脑袋里面嗡一下就炸开了, 突然想到在医院时, 老公献血的犹豫, 想到婆婆对着母子俩的偏心, 一切都有了答案。 这一切简直像是做梦一样。 就算是我公公婆婆想要孙子想疯了, 找个女人生个孩子就罢了, 还能把那女人留在身边。 我合上相册, 将它放回茶几上, 假装没有见过。 婆婆收拾东西, 看到那本相册的时候, 大惊失色, 不知道这要命的东西, 怎么会被放到这里的, 赶紧收了起来。 看她那做贼心虚的样子, 我心里那颗怀疑的种子再也压抑不住了, 瞬间长成了参天大树。 当天我偷偷剪了孩子的一缕头发, 又在床上剪了几根老公的头发, 脱关系拿去做了亲子鉴定。 在鉴定还没出来之前, 公共被医生宣布可以提前出院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很快就能从我家离开, 回到农村去了。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我满心欢喜地给他们收拾东西, 婆婆却死活不肯走了。 你们房子这么大, 我们以后就在这住下了, 你表妹孩子也上学了, 回农村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听她这话的意思, 还准备在这住到孩子上学。 这孩子今年才几岁, 上完小学上中学, 难道我要收留他们一辈子不成? 对这事我强烈反对,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一味地忍气吞声, 让他们觉得我好欺负。 对我的反对, 婆婆并不以为意。 你不同有啥用, 我儿子可已经答应了, 而且孩子因为你伤了脑袋, 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啥后遗症呢? 我儿子说了, 以后这孩子上学的钱他都给出了。 婆婆说完, 一旁的表妹露出胜利者的表情, 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看她那挑衅的眼神, 我怀疑那本相册就是她故意拿给我的看的。 我眯了眯眼, 这个女人还想取代我, 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不成。 那她的如意算盘可就打错了。 啪! 我狠狠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她被我给打傻了, 瞪着我尖叫起来。 你干什么? 啪! 她还没说完, 我就又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 你给我搞清楚了, 你现在是在我的家里, 这个家里还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 也没有一块地方会留给你和你那个野种。 婆婆将她拉到一边。 嘴里嚷嚷着我疯了, 说要让王海龙跟我离婚。 离婚? 离就离。 不等亲子鉴定出来, 我就把王海龙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赚了出来。 因为我的工资多, 所以我们家的花销一直都是我在负责。 我们说好她的钱存着, 等我们以后退休了, 就拿着这钱去环游世界。 王海龙收到转账短信之后, 给我打了电话, 我说钱都拿去买基金了, 她信了。 其实这钱在我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 全都拿去充了美容卡和健身卡, 还买了一堆的奢侈品拿去送人, 这都是我们婚内花销, 就算离婚, 她也要不回来。 拿到鉴定书的那一刻, 我心里恨极了。 我在外面冷静了很久, 晚上回家的时候, 已经半夜十点钟了, 期间王海龙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全都没有接。 等我到家的时候, 那个女人已经带着孩子睡了, 公公今天出院, 也已经回到卧室里。 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王海龙坐在她的身边, 听到开门的声音后, 急忙迎上来问我, 大晚上的去哪了。 我将手里的亲子鉴定书拍在她的脸上, 锋利的纸张在她脸上滑破一道, 鲜血顺着她颧骨流下来了。 婆婆见儿子受了伤, 赶紧大喊一声扑过来。 你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看着低头看到亲子鉴定书后愣在原地的王海龙。 你可真是好样的。 不仅儿子好几岁了, 还在家里养着情人。 你他妈把我当傻子糊弄,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王海洋慌了, 上前拉我的胳膊。 我一把将她甩开, 反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婆婆原本因为我说的话还有些心虚, 可是见我动手, 一下又嚷嚷起来。 谁叫你不能生孩子, 我可不能让你断了我们老王家的香火。 我家海龙也没短你的吃穿, 就是她外面生孩子了又怎么样。 我被她这一番话气笑了。 王海龙见识不好, 赶紧去拉她妈, 让她少说两句。 她妈却是不听, 大嫂门把莉莉也吵醒了。 我就是要说, 反正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看看她天天花那么多钱, 一点也不会过日子, 现在还敢动手打人。 儿子你赶紧和她离婚。 好啊, 要离婚是吧? 我明天就去把手续办了, 然后你们全都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婆婆一听我撵人, 声音又拔高了两个度, 恨不得上来吃了我。 我们凭啥搬走? 这房子是你和我儿子结婚之后买的, 你俩一人一半, 我家住的人多, 要搬也是你搬。 王海龙拉着他妈, 焦急地让他别说了。 这时候站在卧室门口, 不知道听了多久的莉莉, 突然出声。 龙哥, 咱妈说得对, 这是你们的婚后财产, 我们还有孩子要养, 不能让他占了便宜。 听到这里, 我算是明白了。 感情他们这群人是惦记着这套房子呢? 没文化真可怕,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王海龙。 你跟他们说, 这房子是婚后财产。 王海龙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 顾不上脸上的伤口, 赶紧求得原谅。 我看见他那惺惺作态的嘴脸就恶心, 此时我也无比庆幸我爸妈的先见之名。 这房子虽然是婚后买的, 但是房子的全款都是我爸妈出的, 而且只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就连付款记录他们都还保存着。 这样一来, 要是离婚了, 王阳他一点房子的边都沾不到, 这婚你是想离也得离, 不想离也得离。 明天下午两点, 民政局前面见, 要是你不来, 我就向法院起诉。 我不顾王海龙哀求和挽留, 收拾东西离开了这个住了几年的家。 王海龙知道这事儿无法挽回了, 第二天老老实实地来和我领了离婚证。 他来的时候, 还带着他妈和莉莉。 莉莉一脸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王海龙身边, 他对我想要取而代之这件事, 早从他用我的东西开始, 就可见端倪。 看到他晚上王海龙的胳膊, 我眼神闪了闪, 王海龙他妈说道, 你还不知道吧, 王海龙和我结婚的时候就结扎了, 是不能生孩子的。 就算后面做手术恢复, 生育率也很低, 你们真的确定, 这个女人生的孩子是王家的种? 我就是在胡说八道, 挑拨莉莉和她之间的关系。 王海龙他妈虽然没有完全相信我, 但是事关他最看重的孙子, 心里难免产生了怀疑。 莉莉见他看向自己的眼神, 带着不信任, 连忙就要张嘴解释, 却被我打断了。 还有你, 之前你从我那里拿走的项链和胯包, 还记得吧? 之前我是不打算和你计较的, 但是现在你必须全都不计较。 要是还不出来就赔钱, 一共五十二万, 要是不还, 我就去报警说你偷东西。 我看看, 这么多钱的东西, 怎么也够你判个几年了吧? 莉莉没想到, 那么几个小东西竟然价值好几十万, 当下两腿就下软了, 拉着王海龙的胳膊让他救救自己。 王海龙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你不用这么狠吧? 我狠。 王海龙你踏马吃软饭吃傻了吧? 我要回我的东西什么叫狠?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要是三天之后你们还不走, 我就报警把你们全都撵出去。 说完, 我踩着高跟鞋, 趾高气昂地就走了, 一回到家, 我就把那房子挂在了中介那里出售。 莉莉拿走的那些东西送人之后, 人家根本不知道是值钱的东西, 早就祸害费了。 兴许是真的怕我报警去抓莉莉, 王海龙在离婚后的第二天他冬天稀凑地借了五十万, 转到我的账户上, 然后带着一家子人搬到了出租房里。 他爸因为来回这么一折腾, 加上上火又住院了, 之前我和王海龙轮流照顾着, 没怎么用婆婆熬着。 这回没有我跟着陪床, 莉莉他儿子又离不开他, 于是他妈只能跟着职业, 没几天就累病了。 王海龙一个头两个大, 要照顾两个老人, 让他只能和公司请假。 这一请假, 顿时就断了收入, 家里房租水电样样都要花钱, 手头拮据到只能在网上贷款过日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 还没等两个老人好起来, 家里的孩子又生病, 正是之前输血引起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一开始孩子还只是发烧拉肚子, 但很快就病重住进了医院, 治疗了一个礼拜之后, 没能抢救过来, 死了。 我再次见到王海龙的时候, 是房子卖出去之后, 我去老房子搬东西的那天。 他整个人穿得十分落魄, 之前我给他买的那些名牌手表和西装 都被他卖掉给孩子治病了。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莉莉已经被我撵走了, 我最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和别的女人来往,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身边的搬运工人见他要上来拉我, 赶紧挡在了面前。 我对他们感激一笑, 在看向王海龙时已经换了表情。 你不是爱我, 你是爱和我在一起的生活状态, 你既想要享受我带给你的舒适生活, 又要享有女人给你传宗接代。 王海龙,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被我看穿了心思, 他知道就算没有了孩子和莉莉, 我也不可能再和他在一起了。 王海龙灰溜溜地走了, 之后再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把房子卖了之后, 重新买了个一栋离我公司很近的公寓, 后来亲戚和朋友给我介绍了不少优质的对象, 但我一直没有再次结婚。 我想, 可能我更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吧。 没有婆婆妈妈, 也不会担心爱人出轨。 爱人先爱己, 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现在我只想好好地爱自己。